在热播的五纲历史剧《大秦宿》 根据主要讲述了秦始皇嬴政 如何在身边各种大牛的帮助下 风风火火搞事业的故事 在说秦始皇之前 咱们先聊聊他老爹嬴义人 话说寒南之战打到第三年 赵国被打击了眼 那么在赵国当了八年人治的嬴义人 就比较危险了 随时可能被当作出气头 像秦国的信使一样 也在赵国的城墙外 来一次自由落体运动 大土豪吕不韦 是嬴义人的好朋友 此人消息灵通 连夜带着嬴义人逃出城外 好不容易逃出去了 嬴义人又开始磨磨叽叽 质问吕不韦 城门都关了 那我老的孩子怎么出来呢 咱们一走了之 你这不是让天下人耻笑 我是个不负责任的渣男吗 吕不韦为了宽他的心 自然是什么好听说什么 说他们母子俩 吉人自有天相 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他们的 尽管嬴义人不信他的鬼话 但还是让吕不韦连哄带骗 给弄上了车继续前行 话说古往今来 逃亡的路没有好走的 后有追兵前有埋伏 铭枪欲拖 案件难防 在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最后一难中 吕不韦就差点被一只案件所伤 幸好自己是个土豪 浑身上下能栽的地方都散满了银子 不然的话小肾不保 老吕同学比较心细啊 观察发现 这只剑很不一般 只有秦人独有 那么意思不言自明 是有自己人 不想让营义人喘了气 比较显仰 这个暗下杀手的不是别人 就是营义人的兄长 公子熙 本来这公子熙是狄子的最佳人选 谁知半路里杀出来一个既有功劳 也有苦劳的 在赵国当了八年人质的营义人 眼看到嘴的肥肉要被人抢走 于是就忍不住背后 搞各种小动作了 这一边呢 回到咸阳以后 吕不韦把营义人 藏到了监狱里头 公开露面前 得先找个靠闪 不然出来也是送人头的 先认个妈再说吧 认谁呢 自然是华阳夫人 也就是太子的老婆 认了她当妈 理论上讲 也就成了名中言顺的嫡子 但是认妈和找对象 没什么本质区别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也得找个中间介绍人 不然两人直接见面 尴尬不说 还容易犯事 吕不韦是个聪明人 找了华阳夫人的地利杨全军 有了人和 其次得找本时机 说来也巧 那天华阳夫人正在用龟和沾鼓 算盘自己哪天能生个儿子 西里想着 哪怕是个不正经的龟儿子也行啊 可是卦象显示 大兄 别说是今年 更年期之前 生子无望 吕不韦在一旁 也看懂了卦象 知道了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打开了话匣子 说无论是刚儿子还是亲儿子 只要对你好 都是这样子 营艺人从赵国回来了 想让你当他的妈妈 杨全军也在一旁帮枪 一口一个我的亲姐姐 这华阳夫人 即便是铁石信长 也不免动心 唯一的担忧是八年未见 不知道这营艺人 人品如何 别到时候过河拆桥 翻脸不认人 吕不韦拍着胸口担保说 你就放心吧 这哥们的性格我最了解 为人朴实憨厚 知恩图帽 以后对你肯定比亲妈都心 华阳夫人听了这番话 说那你把人带来让我见见吗 事关自己的前途命令 和华阳夫人的这次会面 老吕注目划字 在营艺人心上 花费了不少听词 首先在春袋上比较讲究 穿的是储服 也就是华阳夫人娘家的衣裳 于是见面三分七 再加上嘴里头哼着小曲 是华阳夫人的偶像屈原的词 这粉丝听后自然是热泪盈眶 没等到对方喊妈呢 就心疼的一口一个我的儿子呀 按理说到了这个时候啊 这场任妈大会应该圆满结束了 可是高高在上的华阳夫人 也逃不脱天底下当妈的魔咒 见了儿子三句话不离催婚的话题 说前两天那个韩王找我说没的 他女儿喊你讲的可好了 有逼的有眼 堪称秦国的一只花 如今正好肥垂不留外人钱 就自己玩吧 营艺人不愿意啊 自己是有富之富 除了不想当渣男 他明白这是华阳夫人 开始在身边安插自己人了 老吕听出了这事儿 开始又一次对营艺人进行思想工作 你说你啊 现在翅膀还没长硬呢 哪有什么拒绝的资格 先答应着 以后当了王 还不是说什么是什么 老吕的话就是管用 营艺人在听了她的建议后 转眼就和韩妮成了亲 至于后事如何 咱们下期接着聊